我身邊有一個太太 想關心老公、男朋友 都覺得有問題 很牢草 女士一般反應是不愛我 原來是因為工作上很大挑戰 怎樣幫助她 我沒有理由叫她看聲 你是不是傻的 有什麼辦法 其實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了解問題 令她相信你是可靠的聆聽者 你會告訴她 無論你講她任何問題 任何煩惱都好 我都會不加批判去聆聽 盡量希望她可以 鼓勵她養成一個習慣 有什麼困難都好 有什麼煩惱都盡量告訴你 甚至乎得到她的信任 一些最深刻的內心的想法 例如我原來有想過不想做人 有想過可能要把投資賣光 變了錢 甚至乎已經立定為足 如果可以令身邊的人 有這種信任 將她的最私隱私密的想法 去分享的話 其實已經是成功的第一步 當然知道有問題的話 就要想想怎樣去解決 很多時候帶她去看 一個精神科醫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能比較溫和的方法 可能去找一個第三者去做這個角色 例如一個她真真正正去相信的人 例如她以前的一些上司 又或者她以前的一些學校的老師 甚至乎可能帶她去看一個她的家庭醫生 一個跟她相識了很多年的 一個有一個專業資格的人士 她都認同 原來你有這樣的情緒上的需要 用一個第三者的方式去告訴她 可能她會增加她的接受性 如果真的去到她又肯去聽 因為她可能覺得太太本來都很疼她 但如果這樣自己都不安樂 或者見到她兒子很多問題 跟爸爸的關係慢慢疏離 也會反映到她自己慢慢感覺到問題存在 去到醫生那裡 醫生怎樣幫她 第一件事 當然是看看她的病情有多大影響 會否有些問題是我們要即時去處理 例如如果她有些很強的自殺的想法 我們在治療上就要即時處理這個問題 和確保她的家居安全 人身安全等等 至於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要一個抑鬱的患者她康復 第一件事一定要有一個好的生活規律 譬如飲食要正常健康 不一定要說是吃很多 但起碼就要三餐定時和均衡的營養 這些都是老生常談 另外一件事不說不知道 就是原來我們的大腦 當患上了抑鬱症的時候 其實很大部分我們的修復時間 都處於一個睡眠的狀態 如果我們晚上睡得不好的話 其實我們想好回來 吃多少藥都難 所以我們很著重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睡眠的習慣 一定要連續的 一定要有足夠的時間 還有要有深層的睡眠 其實這幾件事都非常重要 可能最初我們靠一些睡眠的提示 譬如怎樣可以營造一個舒適的環境 用一個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失眠 甚至乎在某些情況之下 用一個細量的幫助她睡覺的藥物 亦都可以幫到病者 第一件事如果她睡覺的話 我們治療的第一步就是可以介入 原來睡覺的位置 我們去到見醫生的時候 可能幫到她正常的睡眠 開始會治癒的位置 是的 如果她睡得到睡覺的話 相對的康復就會快很多 但如果你說持續都是失眠 甚至乎有些人因為工作問題 令到她可能需要輪監製 其實作為一個醫生的角度 都會建議可不可以跟公司著情 想想 譬如給你一個穩定一點的監表 不要經常改來改去 對於她的康復也是有改善的